我們再來看一下阿勤 阿勤問老師 老蝦子用草木灰做土糧的索粉 是不是可以算是更加 尤其質跟土糧的酸鹼綜合 是不是有這方面的效果 草木灰 所謂灰 灰就是有機質都燒了 所以我們一項東西 去把它燒燒燒 尤其植物 燒燒燒的存在這個東西 就是灰糞 這灰糞的通常就尤其質 尤其質是什麼東西 碳氢氧氧氮 有時候還有流 流這幾種的去組合起來 那麼這個點火都會燒掉 所以尤其碳氧氧氧氧 碳的就變二氧化碳 青銅的就變水 那麼氧的就變水跟二氧化碳 碳氧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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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氧� 一個這個含量 那麼但是就是說 簡單說你這個草木灰 灰到什麼程度 譬如說 現在有的 就是說他沒有完全燃燒的很 有剩一部分 剩一部分就是說 就是依判的這個方式去存在 但是這也不是有機質 一般通常是這樣 所以這個草木灰 草木灰燒燒的尾巴 最主要就是一項這個成分最多 叫做碳酸鉀 它的鉀含量 一般來說 一般來說大概會有到差不多百分之 高一點的有到9 到13 13的很少 那要燒得很乾淨 那麼含有一些碳 所以我們在燒 譬如說 我們在這個作物的材廳裡面 有一種叫做碳化稻殼 碳化稻殼 它是這個 像在燒火鍋 什麼叫做燒火鍋 就是說不要把那個碳的全部把它燒掉 所以讓它在燕陽的這個 沒有空氣 那個狀態底下 它碳的 可以保留一部分 這種就是我們說的這個火鍋 那麼 這個碳化稻殼 就是說它點火點倒 這個碳化稻殼 讓它在低氧的這個狀態去燃燒 燃燒之後 它 它沒有完全燃燒 所以它就有這個碳的存在 這個碳存在 但是它那個也不算是有機質 所以 這是最重要是這種的一個 這個 這個 所以這個草木灰燒燒燒進來就是 大體上可以燒進來大概就是 就是這個碳酸 鉀主要的這個性分 主要這個性分 那麼你把它分析起來當然是沒有一樣的 這個作品 它含有的這個不算是一樣的 所以 你若是有的像有小麥 小麥賣的這種小麥 這種東西 它燒熱的時候 它的胛量很高 還有一個 這個向日軌 頭髮那個也很奇怪 頭髮的膏 燒燒它的胛含量也是很 就是說它噴下來大概就是有一點胛 然後有一點點淋 還有一些鈣 當然還有其他的性分 就是說一些 金屬類的性分 但是不多 最主要是這個 那麼大概就是這個 鉀 我們如果來換算這個氧化鉀 總體的氧化鉀就是說 比如說如果是依這個 大概就是 油平均 因為你像中草有燒燒的 大概就剩下8%的氧化鉀 這個東西 可能你如果聽我們節目你就知道 這個氧炭酸鉀這種東西 那麼這個東西就是它是鹼性 所以 這可以拿來做什麼 可以來拔金屬 這個恢復 這個 這個水把它浸浸的 這個碳酸鉀就會溶出 拿來浸米 然後就會有這個 這個煙燻 煙燻味 所以古早的金屬 沒有鹼味 只有煙燻味 這個草灰粉味 那麼這個東西 這個可以來抑制 因為它是一個鹼性的這個東西 所以你如果是把它用 那麼因為它鹼性 鹼性的時候 有一些壁還確實能夠被控制 譬如說因為這個我們請請有碳酸鉀 碳酸青根 碳酸青甲 碳酸青甲 拿來做什麼 拿來做這個 白粉餅的這個 這個 碳酸青根這種東西 所以這個 目前 目前當然你可以拿它來用 大概呢 但是 你要知道 這個東西放太多 放多了以後 土壤變鹼性 這個有一定的量 說不要太多 不要太多 應該是 還可以 土壤可以去飲收 如果放太多 超過一個量 起來 土壤變鹼性 土壤變鹼性的時候 我們會遇到一個很大的這個問題 就是說 這個微量元素的缺乏 你在種的時候就出現到 因為過頭期 鹼性 鹼性的這個微量元素缺乏 微量元素缺乏 最明顯就是很容易缺跌 所以你若是用草木灰 你就注意說我補一層的鐵 鐵 蒙 鑫 木 這類的這個東西 那麼就需要來補一下 那麼 土壤是本來你就算性 你用這個東西來酸鹼綜合 那當然很好啊 這個就是好事 但是呢 他並沒有給他很多的這個 這個有機子是沒有 有機子是被我們燒掉了 所以 很多人很推崇的 大陸現在也是 這有些這個真的是很 說話都太兩極化 其實這個世界沒有那麼的極端 沒有黑就是白 沒有這樣 應該還有灰 一點點黑 一點點白 大概大部分的世界是這樣 什麼意思 譬如說燒中草 對不對 中草全部 如果燒過 有的說好 那很好啊 好 那怎麼樣怎麼樣 是這個像你這樣燒過了 你土壤的這個 對土壤的一個這個標明 有火燒過 有火燒過 你旺好的講 就是說我把一些這個病蟲害 蟲卵 這個台條 廣泛的講 其實你土壤的這個 有意為生物也是會被破壞 你土壤的這個結構 被火燒過 你土壤的這個結構 也是會被破壞 所以 任何一項事情 都是有贈民 跟到這個 官民 不如說 都要貿贏 我們現在在這個政策 我們的角色就是說 我們可以去把他 這個這個 管理好使用 所以譬如說你的土壤 如果是比較酸性 比較黏性的這個土壤 那麼因為草木灰是金性 那你你放這個 當然不錯啊 酸鹼綜合啊 對不對 但是你已經是金性了 你的就已經 在文實裡面就已經 用鹼綜合的8點多啊 你現在還用這個 9點多的這個 有類 9點多 10點多 13 這最高的 這個東西你把它放下去 還用的量 可能要不要緊 因為弱的MV比較大的時候 影響比較少 就是 我們在化學裡面有一個共樂酸鹼隊 你 譬如說你保重裡面 我是算性 但是呢 我現在還加上這個東西 不是金性 我還加這個金性 但是你的金 不太多 也很弱 這種沒什麼影響 有可能 反而因為兩個可以加起來 除以二 就是說 反而可以改善這個土壤 但是 你用的用這個桌子的時候就不一樣 那就變成你的鹼綜合的提升了 所以變成就變 像過頭 金性 像過頭管 會很難去操作 所以 在營的時候 就是說 我們在一分地裡面 最好不要超過40公斤 我個人的經驗 我看到的 超過40公斤的都沒有好下場 尤其你如果是集中 並說你像老虎 老虎你什麼時候會去用這種東西 老虎你用的時候 你一定是漏電的時候要用的 對不對 你漏電的時候 你去蓋一點這個東西 你的土壤是要的 這沒意見對不對 但是 我們會去用草木灰 是用草木灰來搭什麼情 就是說我 草木灰放下去 電腦 有的人蓋什麼東西 蓋酸性泥碳 那本錢有多少呢 現在沒有了 現在 現在這樣蒸你的破散 所以就 就比較沒有 但是 有的人說 我如果用草木灰 再染這個 油基肥 油基肥的時候 要注意 因為你染這個油基肥的時候 因為這個東西是金層的 這個油基肥裡面 譬如說你如果有藥素 不是藥素 有那個 尿酸 因為 雞塞 你說你有雞塞 這東西 做會的時候 他 會大量產生 因為鹼性 鹼性的時候 也大量產生這個 鹽氣 鹽氣 有可能去想到 那個金 對這個東西 你要用的時候 要稍微來 給他注意一下 一定要非常的注意 你要拿來 做什麼 這個不然不意見 但是你一定要注意 你如果是要含一些油 比較 金層的這個東西 去 油基肥裡面 要含淡層 含量比較高 這個金層再多 你們用的量再多的時候 要很生意 所以這個主要是這樣 其他我是沒意見 有的人說的多好 有一次在燒什麼生物碳 我不反對 這種東西用酒都很好 但是 沒那麼神奇 好嗎 這如果這麼簡單 我們做的就要 很很在聽我們電台 這個基本不免 對吧 沒有那麼容易 但是就是說 在這個中間 你要怎麼抓的 好洗 就是賣 賣 兩個都不要太過量的 這個東西是這樣 那麼 環境 這個生物碳 這有一次 這個概念 好像 概流行 不是說 來熱熱的就叫做生物碳 這個 他在這個燕陽 一種 這個環境 裡面 去把他高溫 然後缺氧 這個環境 去把它燒出來 簡單說就是灰灌 這和草木灰 也不一樣 好嗎 這種 不要用太多 覺得都沒有關係 所以這個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麼要用這個來酸鹼綜合 你要比較定說你是鹼 因為這個東西是鹼 對不對 你要綜合的要酸 你不只需要去酸鹼綜合 是不是這個道理 你想看看一下